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在股票市场 投资人常常会说 或者是你常常听到 高要出低要进 讲高出低进的人 似乎不太了解台北股市 因为你后来在股票市场 看的结果实际上是 强的更强弱的更弱 那所以我常常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到底您的操作标准是什么 短线的强弱谁不会看 礼拜一涨96点 成交量呢 那你到底用什么标准 到底是成交量不够还是指数大涨 短线的强弱谁不会看呢 所以你要从其他的各种角度 再多去佐证 那我已经把八月份的行情 下过结论 八月仰空 至于说什么叫八月仰空 仰空的条件是什么 仰空的情况之下 你在八月份的行情当中您会看到什么 这我等一下会做描述 所以我没有改变 你必须要去注意看 这个节股眼当中 在什么地方 那八月份仰空的条件 它必须要在这个指数上面 所以礼拜五我没有谈到 这个礼拜你买进股票之前 请你看一下电子期 看一下领先股的态度 好领先股的态度 这两档股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你买进股票之前 先看一下这领先股的态度 这个是电子股里面的领先股 2383的台光电 至少大盘在后面这三个半小时 不太动的情况之下 领先股的态度是 它还会拉一下 那礼拜五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领先股 是2301的光宝科 这个更标准 不只是第一个小时往上 中间到尾盘 大盘不太动的时候 它反而是往上 创高再创高 这盘中的新高 这表示说 礼拜五我们谈到的 电子股的领先股 它至少都有表态 这电子股的领先股不能更弱 这是你这个礼拜买进股票之前 要先去看的几个部分 如果你都不看 那你就是 怎么讲 散求者逆 那我可以有计划交易 没有错 在任何条件之下 毕竟目前 整个环境当中 我的定论仍然是仰空在嘎空 所以你可以有你的计划交易 可是这个计划交易里面 你必须要了解每一个股价的位置 做自动变速箱的 汽车相关的 汽车相关的1568的仓佑 今天再往上涨 那这涨上来的过程里面 其实在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你有看过 我当时讲的 其实是这个部分由我帮你确认 它能不能跟核大一样 同样做齿轮变速箱 跟汽车相关的部分 它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配对 由我帮你确认 那短线的钱 你要自己赚 要有个股的标准跟模型 这个个股的标准跟模型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礼拜五这个假日当中 我们会员朋友看到的 当一档股票 一个价位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不管是礼拜四或礼拜五 当它来到这个价位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去做价位设计的一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 你礼拜四看完 礼拜五看完 它今天是往上涨的 这就是一个价位上的想法 不管你做多做空 看多看空 你在任何时候 这个价位上的想法 都是你出手去做买进或卖出 必要的根据 那这些基本的价位设计的想法 我没有办法在电视当中 一一的跟各位描述 所以你现在在价位上的一些想法 价位上的一些 进一步的价位的设计的想法 都是在我们会员影音当中 会员影音当中 进一步去得到你应该要有的答案 电视当中你可以练习一下吧 假设你很认真 你找到一档股票 你看这成长的轨道 成长的轨道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这一整年以来 它成长的轨道是明显的 好这个跟我讲的 所谓的智慧马达 未来在电源这个方面 是有相关的 但是你现在看到一档股票 它有成长的轨道 各位不要小看我们很多会员朋友 他是自己会做这个功课 我们的会员朋友 真的甚至跟别人不一样 当我会员朋友看到一档股票 它有一个成长轨道的时候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开始要进入一个价位上 一个想法 这一档股票 当你看到说 它有一个成长的轨道出现 一整年从去年下半年 到今年上半年 那它的形态上还在改变 这里曾经涨过一个波段 可是这里 它似乎也要再往上走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 前面这个地方 它是必须要靠滚量 滚量才能够走出这一段 所以这里能不能滚量 是这一档股票的惯性 而这一档股票的惯性 它能不能滚量 你从这样看就会比较清楚 量爆出来 没有量就压回来 所以它的量的形态的改变 是你看这种类型的股票 能不能做 要不要做 要不要买 你必须要进一步去看到 它里面的相关的股价的语言 这个股价的语言 绝对不是说 你在电视当中看到 很多人每天讲股票 每天讲股票很多 股票多强多厉害 或者是你自己去看到 什么股票很强 我认为这都不是一个标准 都不是一个操作的标准 这个操作的标准有多重要 你慢慢继续看下去 这股票市场能够跟各位讲出真正 能够对你有帮助的 其实少数不多 你愿意听听得懂最好 如果你没有一个操作的标准 你什么股票看到强谁不会看 今天大盘涨96点很强 今天大盘很多个股涨 短线的强势谁不会看 像这个股票短线强不强 这前面还有涨一段 后面在这一段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6月底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很强 短线是不是很强 那这个短线的强势 谁不会看 包括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也会看啊 那短线的强势你会看 可是时间如果回到6月29号 6月29号在这里 回到6月29号的时候 短线的强势谁不会看 可是它为什么会这样下来 这一段会痛喔 不是不会痛喔 那所以短线的强势 你是不是要搭配它的位置去看 这个地方的短线的强势 并不适合你过度去操作 这个位置不要等跌下来再说 跌下来再说 都有点太慢 你可以在事先就知道 它的位置定位 有人帮你看到 所以你就不用去把资金 浪费在这个无位的地方 短线的强势大家都会看 但是骨架的位置 你可以进一步自己去做了解 你就会更清楚 如果说大家真的都会看 那照道理讲 股票市场大家都应该赚钱 既然说强弱大家都会看 那怎么会有人赔钱呢 所以再看 这是跟触控面板有关系的 触控面板 鸿海集团 短线强不强 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下来 这样下来它不会直接上去 可是不会直接上去 短线的强势大家都会看 那一上来的时候 从这里开始 这里就是这里 从这里开始 就有人往下买 就有人往下买 你就算这里买再多 你这个地方买再多 你也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短线的强势 并不可依靠 你现在你说会看 你有时间看吗 如果大家都会看 那怎么会有人赔钱呢 就算你看电视看到股票 这档股票你难道第一天看到吗 六四六二神盾 今天再一根涨停板 这一根涨停板 是建立在它不断创新高的涨停板 这一根涨停板是涨了一段整理再涨 今天的涨停板 是建立在它创新高后面的涨停板 那我请问你 这档股票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过 你在这里就看过 你看完之后 从160几到209 这里有将近50块钱 40几块钱你看到 是不是赚到 那接下来呢 所以你看电视光看股票名字 什么股票报名牌 真的有用吗 一档股票你从一开始都有看到 然后它中间怎么过程 我在节目当中都有讲 但到今天的涨停板 209块半 已经将近50块钱的价差 难道你看到节目 看到股票 就一定大赚吗 一张5万 10张50万 这大家都会说 10张50万 那真的那么好赚吗 我的讲法绝对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会跟你说50万你看多简单 绝对不简单 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 你没有一开始 一开始这160几块的 一开始的价位的想法 我讲了很多为什么 我这里讲了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这些所有的图片 全部在讲一档股票 六四六二的神盾 这段影片我也送给很多观众朋友看过 搞不好你在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你都看过这段 有关于六四六二神盾 对于他股价的想法 的影片 不是一张图片 是一段影片 很多人都看过啊 那看过以后你是不是会比较清楚 清楚说为什么涨上来之后 你要进一步的想法在什么地方 这样才有可能要合作嘛 赚大钱要合作 赚小钱也许你可以自己赚吧 所以怎么样再进一步 我们再去衍生 在这个礼拜的行情当中非常关键 这个礼拜的行情我不建议 各位投资朋友随便去操作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接下来的交易的计划 个别股的计划 我有 我等一下告诉各位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们先来谈一下8月份的 仰空跟幼空 仰空是有条件的 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电子股不能太弱 因为这个电子股的结构 是这一段的领线的结构 那目前为止电子股的结构还OK 所以它还具有仰空的条件 但如果要持续往上 这个大盘要持续往上 或电子股要持续往上 成本太高 对主力来讲成本太高 那更何况它也不适合做假突破 这里只有差5点 今天尾盘做价之后 距离这个高点只有5点 不做假突破 意思就是说这5点最好不要过 这5点都不要过 再压回来8850以上 这个地方去做还涨集叠 最省力 这样子的仰空间幼空 对8月份的行情 对9月份以后的行情 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很重要 怎么样不要垫高成本 怎么样最省力 对于一个超长的资金来讲 这是散户不会理解的 现在这个超长的资金超大的波段 散户是不会做的 我只能这样讲 但是每一个过程我会跟大家提醒提示 我会有我的看法 那我也会很中肯的跟各位报告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电子股的价值被低估 你从国外的角度回来看台湾 电子价值被低估 所以我们有谈到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被动元件里面 包括今天涨停版的信仓电 包括礼拜五涨停版的华兴科 这两档股票都是华兴集团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华兴集团的股价 似乎跟过去不太一样 那今天换华兴涨停版 从上个礼拜到现在它一连贯的 它是有一个逻辑在进行的 只是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提醒你 那你看到之后你决定要不要去操作 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上个礼拜 我有从电子股被低估的被动元件 谈到这个部分 从7月27号28号 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四你看到 为什么这个被动元件 华兴科的上游 华兴科的子公司 为什么礼拜四讲完之后 它的成长轨道在上半年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礼拜四讲完之后 是礼拜五的华兴科涨停版 那就信仓电来讲是礼拜一涨停版 可是礼拜五你看到的信仓电是 家卫的设计 家卫的设计今天换 信仓电盘中涨停版 礼拜四讲完的部分是 华兴科 华兴科是礼拜五涨停版 那华兴科这个礼拜五的涨停版 为什么今天拉上去又压回来 你必须要抓这个位置 而不是等它涨上来这个位置 应该这么说 你要去抓这个礼拜三礼拜四这个位置 而不是去抓涨停后这个位置 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会说 可是这个短线的SOP 就是短线的操作标准 必须要先建立 这个短线的操作标准 你必须要先建立 礼拜四的短线的操作标准 必须要先建立 礼拜五它才会涨停版 礼拜五的操作标准 你要先建立 礼拜五的短线标准先建立之后 礼拜一你才会看到它盘中涨停版 而这个都是事先你可以有的一个想法 包括说今天涨停版的华兴 华兴当然今天有它的消息面 但是今天华兴为什么涨停版 礼拜一的华兴为什么涨停版 是从上个礼拜三 你就要知道它的位置的改变 这个位置上的改变 电视上我没有时间讲 我只能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他怎么去改变 我明天还会谈到 因为今天有会员朋友问到 所以我明天在双向影音的部分 我用影片的方式 亲自跟大家讲解 对这张股票接下来的看法会更重要 所以你每一个阶段 你看到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它是有一个前后标准 简单讲 如果你不去建立这些操作标准 就乱了 乱了以后 也许有时候你会赚 但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变赔钱 这个就股票市场散户的宿命 为什么没办法改变 就是因为没有建立操作标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 从电子股价值被低估的部分 所谈到的部分 再来 我们上个礼拜有预告过一档股票 叫做6223的旺系 今天盘中也是大涨 这个你在节目当中都看过 你怎么看过的 我不是只有讲一次 我从第一次7月18号跟你讲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这里面要有价位的设计 这里面包括上个礼拜 其实我还谈过 不是只有7月18号 那上个礼拜我在谈的时候 我们这里把它放到 我在这个假日当中的影音里面 我曾经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6223的旺系 它叫探针 中华金测700多块的股价 也叫探针 那同样是探针 为什么一个700多块 一个80几块 当然今天大涨之后 已经来到90出头 这是上个礼拜 你要先知道的 所以要透过会员影音 用影片的方式 让我们的投资朋友更清楚 每一个股价形成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去看 要怎么去做 其实我礼拜五 或者你看到是在礼拜六 礼拜天 我也多说了这一段 这一段谁 去把1467张的现金偿还 现金偿还之后 要等什么时候 其实我在这段影片当中 在电视当中真的不方便讲的部分 我也在影片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 不过各位电视机场观众朋友 这1467张 他为什么把现金还掉 没有卖掉 为什么把现金做偿还 变成现股 我也在礼拜五跟他预告过 然后你说看他今天盘中大涨 要不要去追 结论都已经讲过了 等什么时候 等除息的时候 那接下来再看 你一开始就看过的 6462的神盾 你就算说这个地方 忘记了 至少这里我讲得很清楚 7月12号 6462 这个才叫预告 指纹辨识晶片 趋势是怎么形成的 成长轨道讲的是未来 价位怎么设计 这才是重点 越来越多的主力行为跟操作模型 这个时候其实 我就跟大家提示过 你要怎么样去看一档股票 从160出头 170 180 190到210 209.5 掌停板锁起来 这中间你怎么去做到 事先都有讲法 绝对不是事后来跟大家讲 事先都有预告 而这个预告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预告是如此 可是这段影片里看到的是 另一块更精准的预告 你不可以买多 为什么 但是一定要买 为什么 那一定要买 买了以后 6462的神盾 从160涨到209块半 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困难 不是一档股票给你 你就可以赚到大钱 这中间还有来到191块的上个礼拜二 上个礼拜二 礼拜三你也看过 来到191块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价位上的想法 这里是182 182我礼拜五也给各位看过 这个价位我也给各位 在上个礼拜五看过 那从182再到今天的209.5 有我的筹谋你就办得到 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 这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讲 未来每一档股票都是如此 不要有很简单的 赚钱没有很简单的 但是你如果有一个事先的想法 它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做得到 如果你没有一个事先的想法 你都是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那当然你要做到真正获利 或者是比较大的获利 就会比较困难 而更何况现在都有会员影音 你都可以问我都可以答 有这么好的工具 你当然要去利用 经过这一个多礼拜启用之后 当然我们的会员朋友都知道说 这个是他们需要的 真的经过这正式上架之后 这个会员影音 我们很多投资朋友老朋友 都说心里面的兴奋 说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要听的他们所需要的 可是对我来讲 这才是一个开始 对我来讲开悟见性重要的历程 你去完成主管机关规定的20% 我来为你完成未来的80%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希望各位要掌握 时间关系会够辅到这个地方 有任何需要符合的地方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直接联系 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